常常人樓貨座貨棧 從肉粽店外一路延伸 綿延二十多公尺 菜夠啦 菜夠有那個肉啦 還不可以吃啦 我才有啦 有的肉粽 人潮是絡繹不絕 台中外埔這間古早味肉粽 一顆肉粽賣二十七元 一人限購兩串 現包現賣 搶投箱的民眾 清晨五點就來搶牌 差不多六點半道 其實滿有米的肉粽 因為現在物價 應該至少平民一個十五到二十塊 人潮實在是太多 工作人員一直排開快手包粽 一刻都不敢停 不只台中 彰化園林 還有更便宜的 這間十元肉粽椰市忙到翻天 我當然是用訂的 前三個禮拜前就來訂 總共七百個 十元肉粽平常一天 可以賣兩千多顆 接近端午節訂單量更大 可以暴增到五萬顆 現場搶買 要看運氣 那現在沒有肉粽怎麼辦 就在等一等看 我從六十塊都不來 每年都會來買嗎 不 都會來買 那一定有 一定沒有 開門不到半小時 沒有預訂的粽子 就全部賣光 對比一顆六十五元 到七十元的肉粽 迷你肉粽有菜脯 豬肉跟雪蓮子 三項配料 雖然尺寸只有三分之一 但並不馬虎 頭髮就沒了 這樣啊 這樣十塊這樣就沒了 我也不知道說我粽子 也不知道合不合 這樣啦 現在萬物飛漲 只有銅板架肉粽 四十年來從未漲價 也難怪民眾 趨之若霧 瘋狂搶牌 現場 深山景城 愛神區小組 台中彰化 採訪報導